那么我们现在选取呢这个比较好的这个灰树花 就是这个母鸡啊 然后你看我们就用这个刀啊 把它切成这个木木 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别忘了要切一点这个姜末 我们把这个生姜啊切成这个姜末 这个时候把姜末呢也放在这个混合在一起 往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放入食盐 那么用筷子呢把这个搅拌均匀 那么喜欢辣椒的呢辣椒油 那么充分的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时候如果有葱的话别忘了切好葱段 那么最后呢在这个炒完鸡蛋以后啊到最后的阶段把这个葱段呢备用 那么我现在加入植物油把锅子烧腊以后啊 开始炒鸡蛋 我们不断炒 我们不断炒 把这个中糯那个葱末啊 放进去 那么我现在把这个火啊稍微调的调低一点 把这个盖子呢 稍微让它焖一下 那么焖煮的这个过程呢也是 我觉得还是蛮必要的 因为像这种野生的菇子呢 虽然说母鸡菇 这种hand off的物质是证明是非常的好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出于 还是应该把它彻底的煮熟吧 所以我在这里焖我认为是一个这个环节还是需要的 那么这时候我可以看到哇这个因为没有用大火嘛 所以这个基本上已经呢 都已经完全的好了 好了一盘香喷喷的香脆可口的灰树花炒鸡蛋 就这么做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